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还是会比较弱 我说被动型的基金 基本上而言 它不要求大富大贵 基本上它的中心思想 一定就是汇率 你不要以为它卖你的股票 一定代表你的基本面不好 不是 是因为新台币 如同我们之前的预告 当时后属方在之前预告说 如果新台币 它升破了30.5 以台湾跟美国的利率水准的差 这个叫利差 我个人认为 升到30.5到30这个区间 它的升值的幅度会开始减弱 果然在这种过程中 台币升破了30.5之后 有没有发觉到 它开始去进行的贬值 目前贬到30.6多 将近30.7 所以它的资金贿赂的情况 它就会比较弱 配合到感恩节 耶旦节到新利年 本来就是外资 它去做一些的轮修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一路到新利年 基本上它就是要靠内资的力量 从基本面而言 我就外资 我在昨天就已经解了很多 我说Michael Wilson 这个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美国最佳的策略师 因为他在今年里面 他是看空 他不是今年看空 其他去年比较早的时间 他就看空了 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今年的一个股市之中 如同台湾 我们在之前蜀方的预告 1月到3月就预告 我说你要留意通货膨胀 带来消费性需求的减弱 你要留意的是2021年 它的积极过高 它也真的形成了一个空头 所以造成Michael Wilson 这个所谓的小谋 Morgan Stanley 他的分析师非常红 可是我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太过什么懒惰 我说你太过懒惰 你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尤其是有些 有心的财经报纸上面 他不会告诉你说 Michael Wilson 看明年底是3,900 他只会告诉你 明年的第一季到4月份 可能有个低点 会来到3,000到3,300 可是我的看法上面 倒不如整个Michael Wilson 那么的悲观 他是从基本面的角度 企业获利的衰退的一个角度 我说企业获利的衰退 本来第一季就是最严重 因为2月份工作天数少 1月份有农历年 你是要好到哪里去 这不用他讲 所有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在市场上面 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 都应该知道 明年的第一季很惨 因为工作天数很少 但是你的股价 他一定会开始去 事先的去做反应 就像1月份台股是18,600 请问你基本面到什么时候 你大家才一路的看空 第三季以后 就是也往往 他是在这个过程中 资金面会领先基本面 半年 半年 所以他虽然从基本面的角度 第一季是最烂 对不对 到第二季是最烂 所以第一季到第二季里面 会见到低点 那是基本面 他不是技术面 他也不是资金面 我倒没有那么的悲观 但是就算你把他当成一个神 你认为他精准的不行 其实在今年以前 他从来没有红过 美国就是这样子 以前巴菲特好多名言 就巴菲特 这12年的大多头 他整整有3到4年没赚到 就跑出一个女股神伍德 伍德是今年里面亏最惨的 对不对 虚拟货币就他搞的 对不对 然后在这种过程之中 还有所谓的特斯拉 很多的公司里面的大跌 都跟伍德有关系 现在因为他的大跌 就变成这个麦克威尔森 他是很厉害的 那就看吧 因为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上面 在之前我就说过 今年一个目标结束中空 他也的确达到了 明年一个目标结束长空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 你只要抱定一个钢铁心 一直强调观众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你一定要抱定个钢铁心 在这个时间点 在你之前里面资金的切割 就是在等待他的修正 他的修正 你就是要去做加码 因为明年就是长多的开始 也就是说明年会有个主身段 你想想看 现在的S&P500 就是在3900多 如果修正下去 明年年底又是3900 我们说麦克威尔森是大空头 他还是看明年年底有3900 请问你下去要不要买 当然是要买 这个答案这么的简单 你为什么要有所犹豫 基本面明年很差 谁不知道 如果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可以赢钱 股市不会只有少数赢家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台北股市 本来就在进行修正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他已经在之前就确认 他不是只有时间修正 两天之前他就已经确认 就是三个一夜日之前 他是已经有空间的修正 好 修正修正到这里来 有两个关键 一个 他能不能够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假设他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这个钱高会过 还是他要回到整个KD指标20 如果他回到KD指标20 那就是打底了 那就打底 那个比较一个强势的整理 所以如果你做短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就是近代什么 近代日KD重新交叉向上 你再来去做一些的进场 但是中长线的投资朋友而言 你没有悲观的理由跟条件 你本来就是要趁着这个时间 沿路以来到第一季 基本面最差 工作天数最少的时候 把你主身段的架构里面来讲 架构出来 因为他毕竟来讲 他需要一些的时间 去架构所谓的一个主身段 所以你短线上面 就可以搭配一些题材个股里面 去做一些的操作 所以长加短 是我在这个时间点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不过当日KD指标还没有修正完成 主身段还没展开之前 你就是不能够持股满党 因为你持股满党 你就会恐慌的杀低 这就是人性 好奇怪就是人性 在之前15000件拼命想要买股票 现在下来了 大家就怕得要死 这很正常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是注意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尤其在就历年前 或者是2月份 大概就是提财股当道 所以我们在最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 中国解封的概念 个股面大概有几个口诀 我说健健康康 漂漂亮亮 再来吃喝玩耍 健健康康就是因为中国 10条解封的一些的条件 有4条都是跟什么 他要药给你很充足 他要有医疗保健的一个机构上面 来讲的一个辅助 他各方面就有4个跟药有关 所以我说先健健康康 过来漂漂亮亮 因为你解封了 你不再封城 爱美的人士就要进场 去做装修保养 再过来吃喝玩耍 但是因为吃喝概念个股 台湾解封概念个股 大家记得 处方多久以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吃吃喝喝 你不要再去选航空 航空里面除了旅行社里面 我说除了熊市以外 你其他都不用太过的一些的考虑 我说在之前我就跟你讲 生技股 再过来 就是什么 吃喝玩乐运动生技 我给大家都讲过 当时候也跟了加讲过很多的一些的概念 你现在都验证出来 所以我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来谈到 吃喝你已经很清楚 就是来自什么 利率升高 资本利得的一个增加 在这种过程中 实之所得的一个增加 造成的消费能力 尤其是它的基期是比较低的 台湾的一些吃吃喝喝的概念个股 我们就等一下会针对玩耍 中国大陆里面在最近有一个类股族群 它涨幅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种过程 因为中国大陆的股市 我先把中国大陆股市去做一个分析 大家还记得吗 当中国大陆的股市 它来到十年线的时候 以上海中和指数而言 就是2700到2800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十年线已经来了 当时候我讲了两个 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股市 一个就是金融个股 同步都来到十年线 大家买金融个股一定要记住 今年是金融个股最差的 现在一直在讨论金融个股的股息 我说在这种过程 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眼光要远一点 如果金融个股不是没有那么惨 它会跌到十年线来给你买 大盘都没有跌到十年线 所以明年的一个金融个股 绝对没有比今年更烂了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是说 你买金融个股 是要买到长线的低基期 然后寻求什么 股价 价差 明年才来考虑什么 利率 这是你去留意的 大陆股市也一样 大陆软到十年线之后 最近一直涨一直涨 来到了3200 它3200以上海中和指数 3200到3400 它是有反压的 它是有反压的 那就看它冲不冲得过 在最近大陆股市 它也是开始走什么 吃喝玩耍的概念个股 吃吃喝喝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健健康康 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之前 有推荐一些个股 玩耍的概念个股 里面来讲话 它其中里面 很多都是博弈的概念个股 一直涨 我说在这种过程之中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被封很久 澳门的经济 其实不是从现在解封 就不好 澳门的一个经济 应该是从习大大 它开始打奢 打瘫 然后就开始去禁赌 所以有很多是在赌场上面的 一些老板 有没有发现这样 抓起来 所以就变成说澳门的一个赌场 它的基起是比较低的 现在解封它会不会比较好 当然要看 就跟我之前讲的 当然要看你的习大大 你的政策有没有改变 就像之前大家买一堆游戏软体股 也跟吃喝玩乐 玩乐有关系 我说玩乐 第一个我们台湾的游戏软体个股 跟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上等号 第二件事情 中国大陆对你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还没有放宽 还没有放宽 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利基点 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 这两个去相比 这个叫博弈概念个股 博弈概念个股 在台湾是属于什么族群 大家知道吗 就是工业用电脑 工业用的电脑 基本上你要跨入到博弈机 就很简单 所以只要看到 所谓的博弈概念个股 就是工业用的电脑 它都可以跨进去 工业用的电脑 它就可以跨很多 譬如说彩票机 譬如说你的一个去餐厅 你要点餐 那个也都可以 POS系统 那个也可以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尤其是一些金融行业 也可以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它的好处就是说 假设我们去做连结 第一个 你游戏软体个股里面来讲话 尤其游戏股 它不一定能够受贿 它不一定能够受贿 那个要看习大大 但是习大大能够去阻止 大家去澳门玩吗 不能 另外一个部分 澳门它会不会因为 解封之后 有一些新的一个采购 所谓的赌博机的一些的概念 这个部分里面 你可以稍微去做考量 台湾的工业用的电脑里面来讲话 它就分成很多 有些跟所谓的专业工业设计有关系 跟工控有关系 跟博弈有关系 我也说过了 就算它现在没有博弈 它跨入到博弈机 也是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工业用的电脑 至少今年 今年他们的业绩是不错的 明年的业绩也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我们来讲 吃喝玩乐概念个股 我说吃吃喝喝早就在涨了 你现在才在看说 中国解封台湾的饭店股 台湾的饮食股 台湾的什么什么股 你不就太慢 厨房早就在10月份 都跟大家讲过了 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就可以稍微留意说 因为最近的确 中国的博弈股涨蛮多的 那就借助到台湾 我说借助到台湾 大概就是工业用的电脑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就再度的强调 就是先健健康康 过来你就可以飘飘亮亮 健健康康的营收 已经最快出来 过来就是飘飘亮亮 再过来才是吃喝玩耍 但吃喝我们台湾已经先带动了 这个部分 玩耍的部分 你就最好找一加一大于二的 本来现在就接到很多订单 你不要找纯博弈概念个股 纯博弈概念个股 大家会互相抢单 有没有营收业绩 跟中国解封 澳门的生意上面 不一定有关系 你自己去想看 有些的博弈概念个股 尤其市场上面常喊的一些个股 之前没有解封之前 他业绩还不是一样烂 对不对 你最好找之前业绩就很好 他又可以有博弈概念 又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概念的个股上面 你两相的一个辅助之下 那就自然就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这是我在这个里面 再从所谓的健健康康 漂漂亮亮 跟吃喝玩耍来告诉大家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的确在台北股市目前正在 所谓的技术指标的修正 要不要悲观 不需要悲观 短线上面的涨多 本来就应该修正 但是修正的时候 是不是你中长线 很好的布局时机 你现在里面来讲 明年的第一季 基本面不佳的情况之中 如果你股价预先反应 他不一定会去做破底 我没有迈克威尔森那么悲观 我不认为明年的第一季 会去破底 我认为到季线的位置 不管破与不破 你都是不可以杀低 那个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技术性的一个重一点 你做中长线的人来到季线位置 不管破与不破 你不要杀低 月线只是中短线的参考 没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过程中 你的资金切割 寻求你的加码的时机 你要心中有定限 如同一个钢铁星 尤其你在电子个股 现在绝对不是钢铁 整个电子个股里面 很好去做运作的一个时候 因为他明年第一季 我说工作天数很少 但是不要忘记 我在之前很早很早之前 对不起 没有迈克威尔森的一个报告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三月左右 是不是要做一些的转换 那就是因为三月 就最烂的情况就出来了 第一季最烂的报告就出来了 工作天数最好 最差的时候就是第一季 难道不应该转换吗 明年的主身段里面来讲话 电子个股不会缺席 但是短期在三月之前 你还是要有电子 还是要有非电 这个看法是不变的 你要有长线上面的准备 你要短线上面的运作 这就是我在这边里面 告诉投资朋友的 你在对的时机 用对的一个策略 选到对的个股 你失去的都可以讨回来 真的吗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给大家去做一些的验证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电子产业上面来讲的话 它分成很多 每一个产业它的淡旺季 它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部分 电子个股而言 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是淡季的 现在就看哪些的公司 可以在2023年 它持续的一些的成长 这一家公司 它目前来讲 以它的产能 跟它的订单比来看的话 它的订单仍然大于产能 也就是到了2023年 它还是有持续成长的一个机会 第四季它是淡季 但是它的淡季并没有很淡 它的第四季比第三季的衰退 大概营收只有5%内 目前的股价以今年的获利来看 10倍本益比都不到 明年的营收 它是少数 在明年里面来讲 随着它的大案子要开始出了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以后明年的第一季 比今年第四季好 就开始忘记来了 第二季又比第一季好 沿路的走高到明年的第三季 我说它固定就是第四季是淡季 这样的看 它明年还会比今年成长 因为它在手的订单 比目前它所有的产能都来得更高 所以它明年里面的成长性上面 是值得你去做期待的 而且在第一季工作天数这么少 还有机会的一些的个股 当然你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留意 它也配合到目前为止 它有什么 它有刚刚讲的 不管是在欧美的解封 或是中国的解封 它都是概念股之一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说 有时候主方跟你讲的是 你不一定会去知道的 就像我在跟大家讲说 在今天里面有一家公司 昨天它去进行法说会 它就是我说的 健健康康的概念个股 因为这一家公司 它有很多的营收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它的一些的药 都是可以去销售到中国大陆 它的第四季的营收就要起来了 明年因为中国大陆解封 它有很多 比如说仿生物药 仿生物药的新药已经通过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跟乳癌是有关系的 它的增剂填充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的抗癌 的一些的药也都会通过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明年的营收 本来就会比今年的成长 第四季本来就比第三季大成长 它的一个营收 这一家公司就是1752的南光 它有法说会有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1752的南光 在这种过程中你自己去看 它10月加11月的营收 虽然11月会衰退 但是它10月加11月 你自己看 这市民将近来 百万千万亿 4亿 比这边里面来讲话只差8亿 也就是说你就算12月份 你大衰退 它业绩一样成长 它可以赚到1块 1块钱左右 那就2块多将近3块 明年4块多 我就问大家 有哪一个生计个国本益比 是低于10倍的 你找给我 这一家就是以明年的获利 大约是在4块3到4块5左右 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股价在10年线下 我找了半天 是不是股价在10年线下 到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一路以来从三几块钱 到今天的涨停板 42.9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因为它昨天有法说 法人看完它的法说之后 会把它目标价定在至少50以上 长线的目标至少50以上 因为它今年4块多 我就跟他讲 升级个股没有在10倍本益比的 给它不要说20倍 十几倍本益比 都应该是在50块钱以上 到60块都有可能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今天它的股价 已经从三级涨到涨停板 42.95 它就是1752的南光 它有非常多 明年新的一个所谓的新药 不能说新药 要证会得到通过 另外一个我说 营收在11月份会创下历史新高的 也跟中国大陆的有关系 那就是1707的葡萄王 葡萄王 我说11月份的业绩 会创下历史新高 看到没有 公布出来了 果然是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家公司主要的一个原因 它有设立一个子公司 它可以在中国大陆去做直销 它都是吃什么 吃健康食品的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留意 今年应该可以赚到10块钱以上 你看它的股价 也是蛮强势的 最近很强势的上来 非常强势上来 如果以量人上面来看 它最大量在这里 所以没有问题 最大量在这里也都过去了 像这种个股上面 因为它股价也在10年线附近 都具备什么 马拉松市波段上面的一个机会 1752的南光灾今天是爆量 所以没有爆量 如果这个缺口不去补 应该还是属于强势 有没有看到 这都是大量区间已过 警线已过 这个部分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部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盘是跌 你只要能够去了解到 我跟大家讲的一些的口诀 你去做布局 你还是可以赚钱的 不是说你不能够去赚钱 就像我跟大家讲说 你如果问我 我还是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除了工业用的电脑 稳定成长之外 要比较大的一个成长 在2023年一定是细致财 只有细致财 可以在明年2023年大幅的成长 而且不会什么 不会有存货叠价损失 我们在这个节目 在第一个时间点 在400块钱附近 就告诉你创意 我跟大家讲说 今年成长性最强的 就是创意 因为创意在今年 一样跟四星差不多 EPS都差不多 27块上下一块钱 但是到了明年 创意大概是33 上下一块钱 四星是40块钱 上下一块钱 那就看你是看短还是长 看短创意 看长四星 这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不用说我们在之前 也跟大家讲过说 长线上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去注意 我们长报的各国里面 有新唐那一类型 一样的我在昨天就讲 我说我没有整个一个景硕 我也跟大家讲了 你们景硕不是买 它就是因为买 它落入到0056 昨天的跌停到今天的下跌 不是殖利率更高吗 茂达本来也就是殖利率更高 不是就是跌你应该布局 因为这都是在未来好的 如果你要买ABF 市占比较高的 一定是南电跟星星 这些个股上面就三档个股 很抱歉 都是0050的成分个股 外资如果要卖 你也没办法 可是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就看你的心态 我说有时候你再买 外资持有的个股 你要有个钢铁星 国具也一样 郁金光也一样 你就回归到回来 它的价值 你就怕它不跌 等它跌到一个好的价格 你买了摆着 你一定有颇段获利的一个机会 就是投资朋友 我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在今天有介绍 新的投资组合 我们旧的投资组合 你也看到股价都有在创新高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属方都会帮你 弥定一个新的策略 新的一个方向 那你就有机会 在过去里面 2022年 就是今年失去的财富 在2023年 主身段行情展开之前 讨回来 但重点 你要先布局 要跟着属方 要布局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